专门中央社区工程的武器检案 今天全天在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把刑拍调查评 被告王正宜曾经当时所认有社会的形势 但是检察官指出除了八点证据都名列的起诉中之外 要提上注意两点 第一 本案各被告证人都是属于自由意志运行的 其中黄宝玉如何交钱点钱 都有录音录影作证 第二点 本案取送之后 被告的律师中有一人曾经找过黄宝玉的律师 希望黄能够翻证